大家好,欢迎收看我这期的视频 从疫情在纽约的最初的爆发 到现在已经整整过去了六个月 这半年当中,纽约从疫情最严重的城市 到成为控制疫情的典范 纽约人可以说是经历了有史以来最严峻的考验 纽约现在已经顺利进入了复工的第四个阶段 所以我们现在来可以总结一下 这六个月当中,纽约房地产市场究竟发生了哪些变化 今天我就根据近期市场的一些最新的数据 以及我在市场上的一些轻生的体验 来谈谈纽约房地产市场的一个最新的状况 首先我们来说说曼哈顿的租赁市场 曼哈顿的租赁市场实际上是一个分享标 那么根据Douglas Element的最新的报告 曼哈顿8月份的空置率已经超过了5% 租金的中位数下降了3.9% 而上市的库存达到了14年以来的历史新高 这说明曼哈顿市场的租赁市场可以说是面临了大滑坡 我们来看一下具体的数据 在8月份曼哈顿签订了4990个新的租赁的合同 比去年同期减少了23.7% 平均的租金的中位数同比下降了3.9% 达到了每个月3363美元 而考虑到房东的给予一些租客的优惠 比如说一两个月的租金的减免 实际上的租金的同比是下降了7.7% 租金的中位数是3161美元 在8月份签署的新的租赁当中 有一半以上是房东提供了优惠 这是近十年来非常少见的现象 租赁的房源在8月份同比增加了166% 达到了15025套 是14年以来的最高的水平 曼哈顿的租屋的控制率 也在8月份攀升到5.1% 而去年的同期只有1.95% 通常来说曼哈顿的控制率 长期以来都是比较稳定的控制在2%左右 曼哈顿的租赁市场的这种较高的控制率 也给了曼哈顿房产的投资人一个警醒 虽然现在可以说是路市抄底的这种好的时机 但是要考虑未来在房场出租的时候 可能会面临较大的竞争 因此现在在购买投资房的时候 就应该充分考虑以后出租的时候的定价 以及现在购买这个房源 是否未来在租赁市场有较强的优势 曼哈顿较高的租房的控制率 还说明了的确确实有不少人搬离了这座城市 再加上9月份大多数高校还是实行网课教学 因此没有很多的学生回到城市租房 在其他地方租赁市场表现还是不错的 比如说布鲁克林的租赁市场就好于曼哈顿 新签署的租赁的数量虽然同比下降了2.2% 而租金的中位数仅下降了0.7% 每个月的平均的中位数是2,995美元 在皇后区西北部以长岛市为中心 该地区大多数的豪华的出租公寓 中位数仅下降了0.2% 达到每个月4,930美元 而整体的租金的中位数下降了5.5% 为每个月2,796美元 疫情后整个纽约房地产市场 实际上是呈现了曼哈顿冷清 而周边社区火爆的现象 网交区搬家以及购房 在疫情期间确实是成为了一种趋势 与曼哈顿一合之隔的布鲁克林 正是受惠于这种从城市中心搬离的风潮 所以房产的交易可以说是急需的攀升 光是在8月份购房的合同的签约数 就比上一年增长了182% 而在长岛、Vichester以及汉普吞这些郊外的社区 房价都是不降反升 有些甚至超过了去年房价的一倍 但是最新的报告也显示 8月份在纽约郊区签订的购房的合同数量 比前几个月都开始下降 这表明与几个月之前相比 往郊区购房的热潮正在逐渐的消退 在长岛18月份有3317个新签订的合约 那么就比7月份减少了320个 Vichester8月份也签订了780份的合同 但是比7月份减少了207个 曼哈顿房市虽然重创非常严重 但是最近的6个月已经逐渐的从低谷反弹 以刚过去的8月份为例 曼哈顿共有585个合同进入签约 比去年同期848个签约数下跌了31% 但是已经强于7月份的表现 7月份的签约数比去年同期下降了57% 8月份曼哈顿房市还有一个现象值得关注 也就是8月份签约的房源 在上市的时间平均只有两个月 这是自2019年5月以来最短的在市场上停留的时间 这告诉我们如果价格合理的房源 正在迅速的吸引买家的注意力 市场上实际上是不缺买家的 只要房源定价符合买家的持放值 就会非常快速的签约 那么只是市场上大多数的卖家 还不愿意与较低的价格来出售 曼哈顿的高端房源市场也在复苏当中 从8月17号到9月5号这连续三个星期 400万以上的房源出现了两位数的签约量 分别是14个、13个和11个 和去年同期相比整个签约数差不多 这三个星期之内最贵的一套房源 是位于西村的一套公寓 以3300万成交 那么这些400万以上的高端的房源 基本上的成交价折扣都在15%左右 以我的观察来说 目前市场上的房源还是比较充足的 而且也不缺乏买家 主要还是买家和卖家之间的期望值差距比较大 现在双方都处于一种拉锯的状态 但是市场上也出现了少数割喉销售的策略 一些房源主动降价 而且有的降价的幅度非常的大 那么这些都是要引起买家的关注 从而引发这种竞价战 比如说像曼哈顿下城W Hotel 一个51D的这样一个单元 那么在2014年的时候 它是以225万元成交的 但是现在它拿到市场上 标价只有99.5万美元 这个降价的幅度超过了50%以上 现在这个房源还没有最终的成交 我想会引起一个竞价战 所以等这个房源具体成交以后 我会把成交的价格 放在我们这条视频的留言处 那时候大家可以来看看 到底这套房源是不是最终 是以99.5万元来出售的 是抬高了价格还是低于这个价格 因为多多少少能够反映 曼哈顿现在房地产市场的一些状况 今天我主要还是以 曼哈顿房地产的一些数据为例子 来说明整个纽约房地产市场的 一个大致的状况 因为曼哈顿房市是整个纽约房市的 一个风向标以及缩影 如果曼哈顿房市发展的良好 就说明整个纽约房市 以及经济都向好的方向发展 好 感谢您收看我这期的视频 当然如果你喜欢的话 记得点赞订阅 以及打开你的小铃铛 好 感谢您收看 我们下次再会 感谢您的观看 如果喜欢这个视频 就请点个赞吧 记得点击屏幕下方的订阅键 观看更多内容